我用QE把PhonoSpectrum畫出來的結果 然後跟龍門上找到的圖蠻相近的 然後它的頻率我有換算過也是蠻接近的 所以應該是用這個就可以畫出PhonoSpectrum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QE Precision的飾能應該是可以用 那你原本用那個PotentialLams算出來 有辦法畫出這個圖嗎? Lams了嗎? 對,那個用什麼Pana算出來的 可以,可是就是圖蠻不一樣的 對,就是不像,所以應該是不太對 所以我用QE畫這個是可以畫的 然後 然後 那所以我們Pana算出來的 用這個設定 那個 DipMD,DPChain就可以用這樣的設定 然後 老師上次是叫我找這個Velocity AutoCorrection的這個函數 然後 我找到一個是 應該這個就是它的Python的Code 所以我就是先做MD 然後把它的Output檔 那它用好的 你說這個嗎? 它沒有 它沒有範例的Input檔 它就只有 像這樣子的介紹而已 但是我找到另外一個 應該是有三個Code 對不對? 第一個Code是時間 對 兩個Code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這個時間 每一顆原子的速度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什麼 你在Lens Ring做的時候 它的CFG檔 裡面不是有告訴你 時間是多少嗎? 然後原子的位置 還有原子的速度嗎? 嗯 所以這Input檔應該是 包含時間 然後每一顆原子相對的位置 相對的速度 然後 它會根據不同時間 算這個AutoCorrect的方向 那這樣 我用這個 所以你要先找到它的Input檔 它Input檔的格式長怎麼樣 然後需要哪些資料 好 那我可能要再找一下 這邊 沒有看到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Velocity 這個函數畫出來的圖 是 它跟那個 升值 泰密度的那個圖 是一樣的嗎? 嗯 就是 因為我找到一個是 它可以直接用 QE 然後就去畫出 那個 升值泰密度的圖 就是 它就可以直接畫出來 然後 就是 所謂 就是我之前Paper上面看到一些叫DOS的 所以老師我們要畫的就是這個圖 對 我們升值 上次孫老師不是說 只有那個 Crystal 對 才有辦法畫 他是說 孫老師好像是說 就是像 這種的 這種是Crystal的結構才能畫的 對對對 我想說升值泰密度 因為我查到有些 有些人 像 就是這個Function 然後 好像是可以 它跟這個DOS好像有一些關聯 但我不太確定它是什麼樣的關聯 身值也有DOS 對 但是我們不用DOS 好 所以我們不是要畫DOS 對 OK 好 那我再試試看這個 所以我這個的步驟一樣是先做 先做MD嗎 先把這個音符的檔找到 然後自己操作一次這個Python Go 好 我們只需要去準備跟它一樣的音符的檔 就可以算入它的 就是這個Velacity Auto-Collection Function OK 好 Lens裡面好像就直接有這個 Compute的方式 Lens 好 然後從這個Auto-Collection Function 做複利頁的話 它就會是那個 Vonal Spectrum 但是沒有分什麼Python的 是全部弄在一起的 你先找到Auto的檔 好 我再找找看 然後 然後 上禮拜老師有叫我去看 我之前就是 創這個結構 它的 那個硬力的部分 然後 我看它的 Test檔上面 就是 因為我是先 先做CG 再做Fire 然後再CG再Fire 是各兩次這樣 然後我看我的 那個 Python的部分 它 就是一直有浮動的狀況 就是像 呃 它的 它的 力是有 在 一下 負一下震 然後又變大變小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是 哪邊出了問題 這個步驟是在做什麼 還是在做 CG的 Minimize 它是有Buck Relax嗎 對 應該是 應該是 欸 你的變動是正確啦 因為你的結構還沒到 還 穩定的狀態 嗯 所以它一直在調整 所以你的壓力會 劇烈的變動 但 到最後 它的 Pray 大部分都是在負的 對 對啊 所以它也是沒有去 去近於0 密度太小了 密度太小了 好 所以我可能 在 把 我的Buck放大一點 嗯 好 欸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Buck Relax嗎 我好像 我看一下 記得我有 有 可是我是比較後面 我是最後這邊結束 才 Buck Relax 所以應該是前面 就要先 Buck Relax 應該是 應該是 好 那我再搞一下 好 OK 可以啊 不容易 對 可以 已經可以算了 OK 算出來的 跟實驗子 比對 差多少 我 要再查一下 對 對 對 是 好 那你值算出來的 會有一點點誤差 嗯 要是我們畫圖會 會畫一個圖 然後再取他的 LIST SQUARE 會跟那個值稍微差一點點 好 那我怎麼查一下 你再去比較一下 好 差異多少 要注意一下單位 好 那這邊我再去看一下 差異多少 你在Skype 跟我講一下 OK 好 那 接報PAPER部分 你的系統多大 PORO NITRINE 系統16 幾萬 那你會看我們之前的文章 我們會把系統 再放大 再去求一下 一下它的SIMO PAN 看看它的值 有什麼變化 好 我目前的應該是用 好像四萬 四萬多顆 罹ign了 全民 你的社保安達OLED的值 你認為已經到平衡了嗎 就是說它的血率還會不會變動 血率 这个温度分布 你现在会随着时间越软越久 它刚开始鞋率会怪怪的 然后会到达一个稳定的级 那你让它现在 它的温度对距离的分布 是已经达到差不多一个稳定的分布了 有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 或者是这里的温度分布都 隔一段时间输出它的斜率 看是不是已经到哪一个定位 我之前有画那个 不同时间的 对 我要找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温度梯度 所以它是会先 它是有一个先下去再上来的 老师是指那个图 就是它最后的温度 它 我们画出来会有这样的图吗 冷虚热虚 对啊对啊 那它这个斜率已经到达一个稳定的值了吗 对 你要确定这件事喔 好 那我再看一下 那我电话是 看起来是蛮 是有有照那个趋势在走的 对 OK 好 好 这边要报了paper 它是 用铜 这个 这个铜 然后当一个奈米的粒子 然后旁边是有 亚 然后当它的那个奈米的液体 然后在周围这样 然后去看它 呃 这个奈米粒子它聚集的程度 对它热导率的影响 对 然后是也是用 那个分子动力学去做这样 然后 它这边它使用的是那个 平衡的分子动力学 那它是因为 它的 因为平衡的分子动力学 它可以在比较小的系统去做 所以它就是想用少一点的系统去做这样 然后它这边就是 呃 它这边说 呃 它这边所谓的奈米液体 就是在奈米粒子周围均匀 均匀悬浮的这些液体 它就成为奈米液体这样 然后它 对于 呃 奈米粒子它的 一些像 聚集或是团束的时候 它的 热导率会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它就是做相关的研究 然后它就是用铜跟亚的 奈米粒子的系统 对 然后 然后它先 它会先用呃 NVT 然后 然后 去relax 然后之后再用NVT去收集它要的热导率这样 嗯 然后 然后 它这边它的温度是都设定在85K 然后主要是它 呃 它就是它的Time Steps 设十的Fecal Second 然后它的做法是 就是它先relax到一个 趋劲稳定的状况 然后它再用一个 它再先跑100Fecal Second 然后一直跑一个循环 就是 每1000次的100Fecal Second 它就是每100Fecal Second 它会收集一次数据 然后每1000次 它就是每收集了1000次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循环 然后之后再去一个 呃 这样循环100次 然后它去把它做去一个平均 就算出它的热导率 对 然后是它的 是它的 是它的奈米 是同奈米粒子的图 然后是它 呃 鸭的奈米流体 包裹在周围的时候的图这样 然后它这边可以看到说 这奈米粒子的周围会有一圈 它包裹起来的这个鸭 然后其他地方会分散 那是中国 异国 看一下 中国大国 对 应该是中国 那是中国 蛮无聊的 哈哈 好 然后 嗯 对 然后它就是说 它后面随着 它有说为什么要包在牙里面吗 诶 因为它说 牙 牙 我老师说为什么要选牙 对 没有它没有特别讲 对 它只是说 因为这个奈米粒子 它的 它对这个奈米流体 它会 它的热炒率会有影响 但是它为什么要学阿杆 我就 它没有特别讲 对 它的结论就是 它这边是它的那个容积的百分率 所以这容积百分率的增加 它的热导率是有明显的上升的 然后还有在这个是它的那个 碎形的 碎形的维度 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的排列 就是它 一样三个圆 三个奈米粒子 然后它排列的方式不同 然后看到它随着它这个碎形维度的 比较低的话 它的 它的那个 热导率会是比较高 这样 对 然后结论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如果是相同的容积百分比 跟相同的粒子素的话 它的 这个碎形的维度 它的排列的方式 就是跟它的热导率 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 对 OK